第二次挑戰熱氣球 第二次挑戰熱氣球 今天會不會成功呢 會 一定會 我們原本預期應該是要在Kapazoki 可以搭熱氣球 但由於那幾天的氣流都不是很穩定 所以呢導遊就跟我們說來麵包可以飛 其實反而也沒有抱著很大的期望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可以飛了 還是很令人期待 那其實兩個地方飛的差別主要就是 Kapazoki它那邊的地形比較特別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遼闊的草原啊什麼的 在麵包飛當然還是漂亮 可是可能沒有辦法像Kapazoki這麼美 就沒關係吧 反正至少有飛到就好了 至少來土耳其有飛到熱氣球 今天這個地球要被解了啦 好高興的 今天終於可以飛了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熱氣球了 這一個熱氣球可以坐48個人 對 Kapazoki它熱氣球比較大 這邊小一點 但還是很開心 開心 已經有人飛上去了 對 已經有人在上面飛了 等一下就換我們了 我們現在也要準備飛了 後面已經一整天了 好了 幫你拍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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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! 再见明天! 再见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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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漂亮! Bel 20一條電速 北飛過來 後面已經日子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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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lting Gell on for We're smiling On top of the worl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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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索斯的总人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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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